雖然我是一個來自森蘭家庭的外産第二代 但對於台灣的感恩 我想不會輸給任何人 今天來吃蛋糕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過去的兩年裡面 大家這麼的拼命 這麼的辛苦 雖然我跟寶華我們很慚愧 當你們在革命的時候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工作 他有他的文章 我們有我們的團 沒有辦法來支持大家 但我們的心都在一起 所以我認為今天不應該是來被請吃蛋糕 而是應該我們向你們表達 向蔡教授 向明佑 向大家 來表達我們的敬意 所以今天我們帶來一點點的小小的蛋糕的錢 蛋糕是感謝你們 這個蛋糕錢準備明年這個時候來吃的 我們的團叫做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 不是救國軍 是反共救國團 那明佑是我們發起人之一 不過她失聯了 一次都沒有來過 但是我知道她的辛苦 我們都看到 我也蠻擔心她明佑要好好保重身體 還有蔡教授 他們都太辛苦了 那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呢 有些朋友不理解 說為什麼你們說肯定老蔣的反共精神 其實呢 我們和獨派做不一樣的事情 我們做的是你們去鞏固你們綠色的陣營 我們呢 盡量的我們去接觸中間群眾 甚至我們跟淺藍的交朋友 我們呢 就是所有正義的事情我們都擱置 我們不跟你爭辯中華民國 你要講中華民國講國旗 好 我尊重 現階段 現階段我尊重 但是呢 我們去跟藍營 我們去跟眷村的老伯伯做朋友 我們的團已經有好幾位的眷村的老榮民伯伯來加入了 他們肯定 他們懷念 他們懷念他們老講我們尊重 可是他們認同我們反共 所以他們的票也會投給我們的候選人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跟你們不一樣的任務 所以我要請求大家要諒解 要理解 要明白我們 我們做不一樣的事情 如果我們入營的人就抱在一起 我們沒有辦法建國 所以我們要慢慢的往外面去擴充 我們寶華適合做的就是 你們跟你們不一樣的任務 所以呢 我們各自的努力 我們的目的是同樣的 感謝大家 非常感謝 我們才在做不同的事情 你們金島媽在做選舉的事情 你們在做街頭的事情 我媽我在寫 寫東西 你們是在做鞏固利運基本盤的事情 這個大概有 在台灣有三層級 當時三層級沒有辦法修改法律 阿北治政半年 為什麼很多事情改不過來 就是因為立法院 我們從來沒有拿過判數以上 所以很多法律 或者很多不公公公立的法律 我們都沒有辦法給它修改 所以他要捂住選舉 要贏 他跟總統要贏 還要在立法院一定要拿到一半以上 才能把那些不合理的法律才能把它修改 我做的事情 我在寫東西 我寫到中國 寫到香港 寫到美國 因為我們在國際上的朋友太少了 因為中國太壓霸了 美國也怕中國 日本也怕中國 那最近我自己感到 我們自由的環境也在變了 現在中國在壓霸 美國敢罵他 日本也敢罵他 過去 美國跟日本被馬英九不瞭解 以為馬英九真的是愛台灣 真的支持做事 跟中國好像就是愛國和平 現在他們也看到馬英九在出賣台灣給中國 如果日本跟美國感到 哇 如果台灣出賣給中國 我們日本不是也完蛋了嗎 所以我們都在做這個工作 我們不但要在爭取台灣 拿到一半以上的民眾支持 還要在國際上 我們現在要爭取很多國家的支持台灣 這樣子台灣才能夠真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才能夠加入到聯合國 要不然台灣的安全還是沒有保障 所以從這點上 中國以前有句話叫人如乎眾耳 或者叫大丈夫能去能生 現在大權都在馬英主手裡 我們不就不 你說要稍微去一下 你罵我們 我們有時候也不回嘴 不是說我們叛逆 不是說我們怎麼樣 他就說我們要想辦法把一些中間的民眾 能夠拉過來 我對革命 並不是完全反對的 但是一定要我們有力量 如果沒有力量 我們這個革命很快就會給國民黨鎮壓 就比如說現在還可以投票 你不去投票我去革命 那我們肯定給警察跟軍隊鎮壓 但是如果說我們投票 我們贏的政權 馬英九 政權不肯交給我們 那時候我們起來革命 那時候 警察跟軍隊 可能就會有一個會站到我們這邊來 對不對 所以蔡英文講話好像比較溫和的 我也贊成 贊成溫和 因為過去啊 國民黨的壓迫 我們的抵抗 雙大故事這樣 那個線拉得很緊 所以呢 有些民眾啊 不懂政治的民眾啊 有些人很討厭 說你們一定要吵架 吵什麼 最好不要吵 我說 馬英九兩年前就那種方法 假裝是溫良更簡單啊 我跟你們講得好好的 結果騙了很多民眾投票 結果投票在上當 所以我們也用馬英九的方法 把那些民眾 再把它 再拉到我們這裡來 但是我們這個是真的誠懇 我們這樣拉民眾過來 是為了把台灣 建設的更好 我們不是說 馬英九把那些民眾騙過來 要把台灣送給中國 這個是我們根本的不同地方 雖然方法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的目標完全不同 所以這點上 我也很體諒 現在民進黨 現在的做法 包括蔡英文的一些 比較溫和的說法 但是就不等於說 我們放棄我們的 未來的建國理念 或是在目前這種環境下 我們要這樣子做 你說我們的口號 都喊得太激烈 馬英九說 你看你看 他們要欺負我們 民黨一直在這 我們要挑海 結果就把那些中間民眾 又騙到他們那邊去了 所以我們就是用 溫和的說法 來達到把那些民眾 團結過來的目的 所以這點上 因為台灣人比較直啊 想什麼就說什麼 我們那些人 他們政治鬥爭經驗很長 所以他們在想什麼 他說的是另外一套 跟美國人說的 跟台灣人說的又不一樣 你看馬英九沒這個外國人講的 跟外國媒體採訪講的話 就另外一種 他們很會騙 所以我們要看到他們這點 我們也要轉變我們的一些手法 就這樣子 但是我們再慢慢的把中間民眾 團結到我們這裡來 大家知道現在 我們是台灣人 在共有七層 但是為什麼拖給民進黨的票 都到五層呢 就是有兩者 但是中間選民 他們對民進黨還不放心 他們不放心 他們強制著國民黨的教育 他們以為國民黨 這個是可以放心的 但是我們不放心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 要把這些人 就算到他們也跟我們放心 像以前 我們要有六成五以上的票 我們再把台灣的法律都可以修改 共同才能夠成功 我們台灣未來這個國家 還能夠政治的建立起來 所以就這點上 我相信大家應該 講錯了大家應該會明白的 我們不在這裡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做不同的工作 這叫做分金合集 有不同意見 我們底下大家討論 不要在外面去講 一講的話 我們知道那些媒體 大部分他們控制的 他們媒體一炒作 哇 民進黨有分裂了 什麼什麼東西 這樣子就說 反而是 那個中間民眾說 哎呀民進黨 我有分裂了 我給國民黨吧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老婆 我們就找發了 因為這個媒體啊 剛才才叫做特別 講到媒體 要不然到中國去拍戲 你們不來講 我們反共團的活動 以前他們還來 現在也不來 他們不在反共就怕了 跟香港一樣 可以罵馬英九 可以罵香港那個特首 但是不可以罵我警察 現在台灣香港的媒體都加了 但是我想我們叫大家努力 我們把事情做大了 我們對人多了 我不怕你媒體過來 這個就需要我們大家的團結 而且要有 要有這所謂 真的要有辦法 所以我想這個 我也相信你們 就會堅持下去 明年的蛋糕 一定有得吃的 而且再過幾個 要有蛋糕吃 現在蔡教授講的 我們贏了五次 就是贏了總統 我們還要存在 我們要建住民進黨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民進黨那些官員 有些表現 表現也太不像一樣 好 譬如說他們懶鬥 譬如拿到政權了 現在因為民進黨的思念 他們就很努力 那思念肯定變成懶鬥了 一懶鬥了 我們要去建住他們 或者有些人 你拿到權力了 或有參加田斗了 也會貪污了 我們也要建住他們 或者在中國打教授的時候 怎麼跟國民黨一樣 怎麼爬好政府 我們也要建住他們 我們對民進黨的力量 對體制外的力量 一點就不可以少 如果我們完全相信體制 我們這個爭取就會恐怖 我們就是以前 民進黨什麼時候 我們今天這方面的努力是不夠 那時候你想 國民黨一天到晚罵我 我們罵阿扁 所以我們也說對 你說對自政的一些 錯誤國民就量解了算 那以後我們正確鎖固了 我們得解決政府的問題 結果呢 還沒有解決就 我們再跟國民黨 所以我想這個 以後就可以年年 來剩你們的蛋糕 謝謝林寶華老師 謝謝igno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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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